我们来看看在日本的例子 在日本攸关休假的所谓驻日法 曾经有政党在一年多前提出一个修正案 当时的估算是三天连续假期刺激观光业的话 渴望带动每年7000亿到1兆日元的经济收益 看起来相当的诱人 但是结果这个修正案是没有通过没有落实 我们来比较看看 刚才看到这是日本的例子 那么在台湾呢 我们春节有的时候放6天 有的时候放9天 那连续假期有的时候放假 有时候就所谓叫做被吃掉了 那么这样子一来一回之下 消费市场差别到底有多大 是不是真的多放假 整个消费市场就真的被刺激起来呢 大概整理一下 这一次大家在讨论这个放假经济学的正反的说法 正反双方的说法 那其实比较站在反对立场的多半是 这个制造业跟工业 那其实比较支持的是服务业 那我们来想想说 因为服务业它的特性呢 就是当我们放假的时候出去的时候 那服务业的这个劳工朋友 他必须要上班 然后来帮大家安排这个放假的这个活动 那制造业的话 那他当然是没有办法再 他既然都放假就没有办法强迫劳工去上班 除非你要多支出这个加班费的部分 所以这是正反双方的看法 那至于说有没有增加到这么多的这个观光的收益来讲的话呢 其实根据以往的统计资料来讲 我们看一个绝对值来说 必须凭良心讲 其实国内的商业营业额 包括说这个餐馆 百货公司的营业额 其实真的没有跟放假天数的多寡 有任何的关系 大概就是一个维持在一个平均值 那每年就是微幅的成长 那我们再看说 如果说春假放6到9天 跟连续假日有没有弹性放假 这其实是两个问题 因为春假的部分我们刚刚提到过 就是制造业它会提早先生产 先拉货 但是有趣的是像今年 今年的春假大家都知道 比去年少了大概四天三四天左右 那其实结果调诡是今年的 今年1月的这个餐馆业跟零售业 所谓零售业大概就是百货公司 它的业绩的成长 既然比去年放假天数多的时候 还表现得更好 也就是说不是成正比 对 那这个部分呢 经济部的这个官员有跟我们解释 他认为他认为这应该是说 假放太长 大家都出国去消费了 假放的适中 刚好大家就留在台湾 做多一点的消费